在俄罗斯21日宣布局部动员令后 从俄罗斯飞往亚美尼亚的机票价格飙升 俄罗斯公民很快决定离开莫斯科 大批民众离境 今晚不需签证入境的土耳其、欧盟成员国家 根据外媒商业内幕报道 俄罗斯政府准备在28日实施新的边界禁令 不和动员正招年龄的男性 一律禁止出境 而乌俄战争持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日提到 乌军在前线与俄罗斯军队发生激烈战斗 以取得积极战果 并提到目前正与俄罗斯协调交换服务 强调不管有多么困难 都要让所有乌克兰民众重回自由 俄罗斯总统普丁21日宣布下令 动员30万名预备疫并威胁动用核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5日表示 如果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动用核子武器 美国会做出果断回应 其花夫已经向莫斯科当局说明 他们将面临灾难性后果 苏利文并没有进一步描述 美国计划因应的种类形式 但透露美国已经在台面下 向莫斯科当局更详细说明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21日纽约的 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指责普丁罔顾后果 无视禁止核武扩散的责任 且公然对欧洲进行核子威胁 拜登向俄罗斯及普丁喊话 直指核战不能赢得胜利 也绝不能开打 新唐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组张俊敏编译 国际新闻